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七尤医生 今天我们聊什么呢? 来聊一款神奇的维生素 纵所周知,维生素是人体所需的六大营养元素之一 也是维持人体正常健康所必需的微量有机化合物 大量研究表明,维生素C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 广泛参与人体的氧化、还原和腔化等代谢过程 此外还参与了多种激素、神经、地质以及蛋白质的合成 所以关于维生素C的研究可以说是很多 但是近日,来自于海军军医大学的研究团队 他们再次揭示了维生素C的另外一个 你意想不到的重要作用,是什么呢? 维生素C能够激活EI基因,叫TETR 诱导肿瘤血管正常化 从而提高PD-L1单独治疗或白贱素2联合治疗的免疫疗法的疗效 在这个肿瘤的免疫治疗中 它具有一个很好的协同作用 该研究发表在世界顶级期刊 Nature Communication上 我们接着来看 随着医学的发展,免疫检查点阻断疗法 尤其是对程序性细胞死亡 我们叫PD-1 程序性细胞死亡配体叫PD-L1通路的抗体 在治疗各种恶性肢瘤方面取得了一个卓越的疗效 但现实是PD-1也好,PD-1丹药疗法 只在部分癌症患者中能够持续发挥作用 阻碍免疫疗法的关键因素是 肿瘤血管异常 以及其导致的一系列缺氧和免疫抑制肿瘤为环境 尤其是在血管生成性非常强的肝癌中 效果就不是很好 对此 研究者探究出免疫细胞中 存在一条非常重要的抗肿瘤免疫反应途径 叫什么呢 叫CGAS STNG通路 环状的GMP AMP合成酶 简称叫CGAS 它是一种细胞膜DNA传感器 它能够产生第二信使环 叫什么呢 叫CGAMP 那么结合并激活干扰素基因刺激因子 叫什么呢 STNG 这是一个简称 就是干扰素基因刺激因子 从而触发吸引天性的免疫反应 进一步激活CGAS STNG通路 通过T细胞的引物 在抗肿瘤免疫中发挥这种作用 好 上次发现共同表明 肿瘤细胞CGAS 和宿主细胞STNG的相互依赖的方式 调控肿瘤血管重塑 和抗肿瘤的一个免疫反应 进一步的机制分析发现以后 研究者找到了 抗肿瘤自用的关键一环 肿瘤抑制剂 叫TETR 机制上来看 肿瘤抑制剂 TETR 它会协同白贱素2 还有STAT5A信号通路 上调肿瘤的CGAS表达 产生CGAMP 随后CGAMP通过LRCIC通道 又转运至血管内皮 激活内皮细胞中的STNG 从而增强T细胞的目击和跨内皮迁移 从而使得杀灭重要的作用 那么但是维生素C虽然好 也不能盲目的补充 第一个 推荐每天还是尽量从什么呢 食物中去补充 维生素C含量比较高的食物 那无疑是水果和蔬菜 第二个 维生素C含量的推荐 根据中国军民膳食指南 2222版的指南建议 成年人每日 维生素C的推荐量是100毫克 你记住了 每天的上限推荐量是2000毫克 不能过多啊 因为过多的话 也会产生对身体不良的一些反应 好 那么也欢迎大家关注 齐鱼生共化健康 我们明天再见